上回书说道 黄天坝到了尹家殿 这哥四个 还有尹世杰 尹五个群战黄天坝 就在这时候 姑娘尹凤英出来了 这尹凤英怎么来了 因为她的母亲梁氏 听霍时瑞说 黄天坝来了 住店不给钱 哎呀 梁氏就响 姑爷天坝十五岁的时候 我曾经见过她一面 是不是真的黄天坝来了 老太太没说话 慢慢地到了外边 偷着瞧着尹五个 跟黄天坝动手 心说 是姑爷没错 你说这个老混蛋哪 他怎么带着四个儿子 跟姑爷打上了 他真是良心坏了呀 老太太着急 老太太就奔了后院了 因为老太太有良心 他知道黄三爷可就这么一个儿子 也知道 也知道丈夫是熟狠心毒啊 姑娘啊 娘 您怎么来了 您有事吗 老太太 掉着眼泪说 闺女啊 你还没出事 你爹就跟你公爹 黄三爷 只父为婚 把你许配了黄天坝 并不是微娘 不知道好歹呀 恩啊 你父亲贤贫爱父 恩怨不动 把你又许配 李寻俭的儿子 要按人的相貌 这李老爷的儿子 人不压重 貌不惊人 还是个磕吧 再说了 你十五岁的时候 跟着微娘 到你没过门的婆家 给你公婆调过笑话 你在旁边陪过灵啊 现在你丈夫黄天八个来了 跟你爹他们爷儿五个 动着手呢 不是微娘 叫你去救你丈夫 你也得想一想啊 我知道 你最爱看三国演义了 你老跟我说 佩服孙夫人 刘备回荆秋啊 才算女中丈夫呢 闺女啊 你可不能寻找小家子女 禁锢羞耻不顾大义啊 如果你父亲 要把黄天八害了 闺女啊 你一世的明节也完了 你得想办法把黄天八救了 尚能替微娘报答你公公救命之恩 你也对得起你丈夫啊 姑娘点了点头 娘 您说的话我全听明白了 您放心吧 梁氏在这看着 姑娘赶紧换衣服 短衣尖小打扮 背上绣绒刀 四个丫鬟陪着 就办了前院 他一看 爹跟几个哥哥 正跟黄天八动手了 十五岁的时候 见过一娘啊 这没错了 是自己的丈夫黄天八呀 姑娘 高声寒嚷 黄天八抬头一看 她不知道 是未婚妻尹重英 你是个女子 不能跟我动手 让你父兄前来 你岂不知 男子之中有魁首 我们女子之中也有丈夫啊 他说着话把这刀举起来了 姓黄的 你看我这口刀 刀下来了 他先说姓黄的 你看我这口刀 抓这刀下来 而且下来得挺慢 这尹凤英有心眼啊 这就应了这句话了 最亲者莫过父子 最近者莫过夫妻 我先让你看刀 刀下去要慢 我就让你黄天八好躲 黄天八不明白呀 黄天八招架相还 两个人就动上手了 这尹家哥四哥这么一瞧上 也不知道谁喊的这句 老二 老二有心眼 他看出妹妹这刀下去的慢 这哥四哥往上一冲 就帮着他妹妹尹凤英 群战黄天八 这回黄天八可真急了 尹凤英这刀下的慢 这哥四个刀可真急呀 刀刀紧逼黄天八 黄天八如果不狠心 黄天八就得受伤了 一个人外边是五个人呐 黄天八心说 急不如胯呀 刀 他这刀一撩 就把尹平的耳头 这边给削下来 哎呦 蹭 这位就窜出去 紧接着老四姨愣实的功夫 黄天八一反手的求准了 刀 这刀就到了尹庆的肩膀 尹庆义武肩膀 望出一串 黄天八刀 望回一条 咔 刚砍到尹安的大腿上 幸亏穿得快呀 消息一块皮来 那也受不了 这血都穿出来了 啪啦 黄天八早就掏出镖来了 合在刀盆之下 看尹几一弄实 抖手一双 吱 砰 整打到尹吉的胳膊上 尹吉往旁边一蹿 黄天八就把尹氏四虎给战败了 尹氏节气坏了 往前一蹿 拿着大枪 炸死你 黄天八往旁边一闪一躲这枪 他可没留神 姑娘一伸手 啪 就把芙蓉套锁抖出来了 芙蓉套锁三张六的龙绳打出去 连胳膊是四张长 前边有个套 这套正好套到黄天八的脖子上 姑娘望后一坐这腕子 扑通一下 黄天八就趴下来 尹氏似乎咬着牙过来 把黄天八捆上来 尹氏节拿着枪就要把黄天八扎死 姑娘拿刀望出一刻 慢着 丫头 为什么拿着 爹呀 您可真糊涂 您要在咱们店里弄死人 这要让地面观人知道了 咱们这店门得封 还得敌尝对命啊 这人命观天可不是闹着玩的 嗯 那么你说还给他放了吗 放是不能放 爹 等到夜里三经天 人少了 过道的都没了 咱们把他再一杀 再给埋了 没人知道 爹您甭管 我就能把他给弄死 嘿好 尹氏节没这么些脑子 他一听 心说我倒省份心了 再说 闺女要是把黄天八给弄死了 她弄死的是她的丈夫 以后她就没有怨言了 嘿 没是非了 那多好啊 尹氏节高兴极了 行 这事交给丫头你了 走 他带着四个儿子 上后边上药去 姑娘望瞎一传话 就让店里的伙计 抬着黄天八 到了后院 放在一间空屋子里 就把伙计叫出来 姑娘把门就锁好了 然后又到了前边 把黄天八使这口刀捡起来 拿着刀就来到母亲 粮食的屋中 母亲 您派我的事 我可办了 我已然把她捉住了 放在那间空屋子里头 老太的眼泪掉下来了 贵女啊 我问了你 你是愿意做烈女 替父母报恩啊 还是愿意做那个贤贫爱妇的人 姑娘把头一低 可没说话呀 梁氏就明白了 我明白你的心思 你又要做猎女 又不愿意跟娘我说明白了 好 依着娘的主意啊 你把我呢 私房钱全都拿出来 再给我呢 姑爷黄天八 收拾点首饰 收拾点好衣服 让天八拿着笔钱 到衙门里买张壮旨 把你爹告下 告他个毁婚之罪 姑娘虽然不说话 一样一样的 就把母亲吩咐的事 挺麻利的就办完了 暗含着 还回自己秀楼一趟 把自己的私房钱也拿出来了 还有隐世纪的地契文书 就全都包到包袱里了 老太太看着清清楚楚 心说我这闺女行 就宠她这麻利劲 她是怕耽误了事啊 姑娘望上一地 娘啊 您把这些东西 给她送去吧 风云啊 你也用不着 假装害臊 你们两口子得见上一面啊 微娘 我还有话说 你跟我去吧 老太太手里 滴着包袱 姑娘呢 手里头滴着的 黄天霸这口豆 丫鬟挑起了灯笼 这灯笼 是铁丝的灯笼 这女儿俩 就跟着丫鬟借着灯光 就来到后院了 老太太 把灯借过来了 告诉丫鬟 你呀 先回房去吧 丫鬟走了 姑娘拿着钥匙 就把门开开了 老太太 挑着灯笼进去 然后把包袱 滴了进去 借着灯光这么一看 黄天霸在这儿捆着呢 我问问你 你是不是 绍兴府的黄天霸呀 天霸的脾气不好 到现在了 她能顺情顺礼的 和和气气的说话吗 老太太这一问 她更没好话了 正是那家黄太爷 哎呀 你怎么胡说呀 既然上这儿投亲来了 就不应该住十天店 不给店钱 吃十天饭 不给饭钱 你为什么这么横啊 啊 这不是自找苦吃吗 再说了 自从你的父亲母亲过世 咱们两家是阴性没痛啊 黄天霸心说 难道这老太太 跟我有什么瓜葛吗 你是何人 你这可是 诚心中糊涂啊 海儿啊 你既来了十天了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黄天霸心说 我哪来十天了 肯定这里头有说瞎话的 老人家 我路肩不平 是不是你儿子抢亲呢 啊 抢人家李寡妇的 有夫之妇的儿媳妇 我呢 暴打不平 才捉住你儿子 没想到上你们家来 被你们家捉住了 刚才你说的话 我是一概不懂 哦 梁氏听明白了 点了点头 那么我问你 你认识不认识我呀 黄天霸想了想 摇了摇头 我实在是不认识 你要真不认识 我告诉你 老孙就是你那苦命的岳母 刚才使大枪 跟你吐手的人 就是你的岳父隐世杰呀 儿啊 老太太一边说着 一边就把黄天霸的绑绳给松开了 哎呦 黄天霸这才想起来 赶紧活动活动身体 跪倒在地 爸 见岳母 老太太用手相掺 眼泪是一顿一顿的往下掉 那黄天霸怎么知道这件事呢 三爷黄三太临死的时候 把干儿子蒙之继权 还有儿子黄天霸叫在面前 黄三爷就跟黄天霸说 二儿啊 威父这仪式没给你留下什么 三件事你必须遵復命 弟 您说 头一眼 威父欠北京靖海侯 师郎师侯你的救命之恩 这件事咱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所以呢 清贯师的老爷才说黄天霸为义子刚儿 黄三太就跟黄天霸说第二样 你没出世以前 威父给你做了主了 指妇为婚 你的岳父叫尹世杰 你岳母粮食 所有这些龙凤铁的事 你继权大哥全都知道 第三样我嘱咐你 口北有个连环套 连环套里有个窦尔顿 当初我在商家里把他打跑了 窦尔顿永不能套人了 万一他知道我死了 他要报仇 二啊 他一定冲着你来 你一定要留神才是 二记住 黄三太嘱咐完了 一命归心 所以今天黄天霸一听梁氏之言 他想起来了 赶紧给岳母跪到磕头 老太太把他掺起 流着眼泪跟他说 天霸呀 老神有许多话 来不及跟你细说了 今天让你没过门的媳妇 跟你见上一面 好把你那岳父的不良知识 跟你说说呀 老太太一点手 叫姑娘进来 姑娘脸一红 一转身脉不要走 老太太赶紧出去 两只手揪着尹凤英 就把他揪进门中 然后 老太太一回头 这是你们两个人的终身大事 可不许害臊 有什么说什么 老太太说完出去 就把两扇门给带上了 姑娘害臊了 那个时候是清朝初期 姑娘是低头不语 黄天霸借着灯光 一看这姑娘 一团正气 令人可敬 长得是仪表不俗 可以说冷如病 温如玉 那个时候 没过门的两口子见面 最难的 就是头一句话 终究是男人脸厚 女人脸薄啊 天霸就得先说话 姑娘 吃饭了吗 姑娘脸一红 吃过了 只要头一句话 说过去了 第二句话就好说了 姑娘就问了 我问你 为什么到这儿 吃喝住店不给钱呢 哎呀 姑娘你不知道 我没住你们家的店 也没吃你们家的饭 是你哥哥抢亲 欺负人家李寡妇 我在汪家店中 陆遇此事 你说我能不管吗 是霍时瑞冤我呀 我才误入你们店中 被你们捉住 那 反正你是没钱 我母亲 让我收拾包袱 这包袱里头 有医生 有首饰 有银子 你拿着赶紧走吧 啊 黄天爸赶紧摆手 姑娘 你跟岳母一片好心 我领情了 我可不是上门求亲来了 你打听打听 现任的苏州府支府 师的人 那是我义父 我们爷俩上任之后 我就会做苏州府的八班总统 梁氏老太太在外边可听见了 心说 我的姑爷黄天爸 要做了苏州支府的八班总统 这是我的恩人黄三太基的应工啊 你说 这姑爷什么都跟我不说 跟他没过门的媳妇 什么都说清楚了 怪不得人家说 仪式的父母不如办事的夫妻呀 老太太刚听到这 就听有人高声喊嚷 好丫头 我尹世杰创立这个门边容易吗 你敢跟姓黄的狮子狗 和我要你的命 老太太吓得可是哆嗦呀 这尹世杰怎么来了 您瞧 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 老太太 拿着包袱跟着姑娘 来找黄天爸 这霍世瑞呀 偷偷的全都看清楚了 他也听明白了 老太太跟黄天爸说这番话 霍世瑞心脱坏了 我呀赶紧找尹世杰去吧 他见到尹世杰 就把这些话全都说了 那尹世杰能不生气吗 把肺都启大了 好丫头 把我这贬都够摘了 他抽大枪就走 他往后院跑 霍世瑞跟着 尹世杰到了后院这么一瞧 霍世瑞用手一指 张开打 您瞧刚才还亮着 这回灯都吹了 屋里的灯确实被黄天爸吹了 那尹世杰能干了 手中啪 你履的大枪 枪杆都缠了 枪尽就圆了 黄天爸小臭丑 你给我出来 黄天爸着急呀 姑娘摸着痨 就把刀递给天爸了 天爸接过来 一看自己的刀 黄天爸 把这门轻轻的一推 同时就把这铁丝 灯楼给拿起来了 啪 往外一扔 这灯楼就奔了尹世杰了 尹世杰以为黄天爸出来 举枪一扎 砰 扎这灯楼上了 这灯楼是铁丝的呀 这一个猛劲 枪插进去了 这灯楼就在枪上了 他怎么甩 这灯楼也甩不出去 借这机会 黄天爸就窜出来了 蹚蹚蹚奔 奔这东墙根 蹭往上窜 黄天爸怎么一窜 他要跑 尹世杰气坏了 卖打步 蹚蹚蹚就追 拿枪就扎 砰 黄天爸刚挂到墙头上 尹世杰这枪就到了 他想扎黄天爸的腿 那哪抓得着 黄天爸一提起 蹿到墙头上了 尹世杰这枪 正好扎在墙份上 他一时计 嘎巴一声 枪尽就折了三寸长 尹世杰就着急生气 他没听见 他忘口一撤这枪 奔后门 推开后门 追赶黄天爸 黄天爸 我非杀死你不可 我尹世杰就是 这儿是一时 你不准 我尹世杰